总统罹患的大肠癌在荣总开刀 现在正在休息 刚刚马英九总统到现场想说要去探视 结果被李前总统婉拒了 那么李前总统是感谢大家的关心 说手术之后希望能够禁养 婉拒外界所有人的探视跟送花 那么这是刚刚总统车队离开台北荣总的最新画面 那么年初的时候 您记得李前总统才刚过90岁的寿宴 没想到现在惊传罹患大肠癌 在台北荣总医生的建议之下 在昨天晚上的8点开始手术 一直到深夜11点左右结束 那么目前李前总统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去禁养了 他透过声明对外表示 他坦然面对人生也相信上帝的安排 那么在推进去手术房之前 李登辉也透过幕僚转述说 如果他死了就要换大家打拼了 医生轻便到台中接受电台专访 就是李前总统最后一次在镜头前公开露面 但事隔一个礼拜却惊传老人家罹患大肠癌 紧急动刀两个半小时切除恶性肿瘤 李前总统在那个恢复社很快就管制度 已经因为手术胜利没有输血 因此当时也已经拔了管 因此清晨已经回到病房去休息 应该讲算是蛮大的一道 他应该体能状况还算不错 就90岁的老人来说 这底啊能够撑得过去 幕僚也很意外 因为李登辉进医院例行健康检查前 完全没有癌症征兆 医疗团队做大肠镜检查时 在结肠右边接近肝脏转弯的地方 意外发现大约3.5公分的肿瘤 病理切片证实是腺癌 还好没有侵犯结肠外僵膜层 癌细胞也还没转移到其他器官 李前总统当机立断要动手术 即使是切掉这一部分 他将来剩下的这一部分还很长 大概还有三分之二 整个大肠有三分之二 所以将来这一部分对他的水分吸收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 医疗团队也评估 暂时没有接受化疗的必要 预估7到10天可以出院返家 而李前总统刻意低调 拒绝所有访客 只发声明强调 坦然面对人生 相信上帝的安排 拜托同样关心台湾前途的同胞 连他那一份一块努力了 甚至还说如果他死了 就换大家打拼 言语中透露 对生死无畏无惧 无奈随着年事已高 李登辉健康亮红灯 3.15白刷林健鸿 SN小组台